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国开放40年的飞速的发展 让整个全世界的实力进行重新洗牌 中国一跃而成了世界第二个经济大户 这段时间这40年的发展 诸国留学生对国家的贡献公布苦目 所以为什么这40年中国的科技教育发展这么快 或者很多方面发展这么快 就是因为有楼梯借鉴了别人国外的优秀的 就是先进的 留美的 留阴的 留法的 留德的 带回来的东西都是非常先进尖端的课题 一下就是填补了中国很多方面的空白 不仅仅是中国有留学生走向世界 很多国家的留学生也到中华来学习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发展得很快 因为中国整个这个从国家到人民 这个思路都开放了 就是说我们是在向全世界吸收 就是有用的一些知识 有用的一些知识 然后带回国内来 有用的一些知识 有用的一些知识 无论是和老师同学的交流中 还是说在课堂上 在表现自己的观点中 尤其是展现自己组介绍 展现自己祖国方方面面的这种过程中 我们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 非常可以自豪地给向大家 向全世界的同学来介绍 我们在中国过去的几十年 展现中发生和改变的一起